我們換第八題喔 它現在要過點2 3 然後跟一個圓相切的 好 那這一步我們先一樣 先跟剛剛一樣就是判斷這個點不在圓上面 如果沒有在圓上面就要圓外一點做切線的問題 我們把A.23代入 代入X平方加Y平方等於4的狀況 代入看有沒有成立 那我把這邊帶2平方這邊帶3平方 是不是等於10 13嘛 然後跟這個4不一樣 所以不相同 不一樣 好 不同 那所以代表這個圓 跟這個線啊 並沒有在上面 就是沒有碰到 一樣我們先C圖畫一個圓 然後圓心是00的意思 半徑是2 好 那A點的話C圖大概畫一下 大概會2 3的這個地方 好 C圖這邊畫出來的話應該是有兩個吧 直的 然後咧 分別切線 所以它一樣跟半徑啊 畫出來這裡是垂直 這裡是垂直 這裡是垂直 好 那這裡有點型的咧 油外一點做兩切線方式的問題 好 那這步驟是死的喔 等一下我們講一下這個流程這樣子 好 我們利用點斜式來設切線方式 那點斜式的話的設法是這樣 因為它過了2 3嘛 所以我們用這個2 3的這個點 y-3 那斜率我不知道 我們設為m 然後過點的話A主要是2 等於說利用1點跟斜率 然後我們的位置數是斜率m喔 利用點斜式來設我要求的切線方式 所以這兩條是多少不知道 那我們先這樣散射它 第一步是這樣 好 那第一步還沒完喔 第一步我們現在利用點斜式設切線 我們把它展開來 mx 然後我們把y移過來 左邊-y再-2m再加3等於0 好 這個東西啊 就不然我們比較直線的嘛 一般是嘛 什麼x什麼y 然後數字常在後面 等於0這樣子 好 第一步結束 那第二步後來我們方法是這樣 利用那個啊 圓心到切線去等於半徑 來可以看喔 這邊 這是圓心嘛 那半徑是這裡嘛 這是切線嘛 隨直的話 是不是距離是剛好等於半徑 所以我們利用這個概念 來 射方式解體 等於說這個位置數 我們目前的位置只有m喔 好 那利用點到直線的距離公式 絕對值 好 這個呢 分值是絕對值 分母是根號 那這個 分數啊 就是樓上 樓上是絕對值喔 樓下是根號 記一下喔 在這邊的話呢 方法是這樣 點到直線距離公式的用法是這樣 把整個切線 就是我的直線方式 先寫來分值 整個先照抄好不好 抄上去 抄上去 抄上去以後 分母是把s的係數 m 寫在下面 曲平方 y係數是-1 下面寫曲平方 兩邊曲平方又會加起來 那這邊負的話 曲平方就會變正嘛 所以其實這個負有跟沒有是一樣的 好 等於半徑 那目前的話 有這方法是可以知道半徑是多少 半徑是2 半徑等於2寫上去 好 這公式的係數是 剛開始 還沒玩喔 在這邊的話 我們要的是 圓心到切線距離 所以是要帶 圓心 就是這邊喔 sy 我們看到分值有個sy 這邊方法是裡面的sy要帶 是我要求的點 到那個線的距離 的那個點 所以我的sy是帶00進去 好 再00進去 帶進去以後 整個方程式 分值 就變成-2m加3 然後這邊移過去以後 我們把分母整個也乘到右邊去 變2-m平方加1 好 那這邊的話 第二步阿 的射方式 起手式 OK囉 那我們現在的問題就是 下面就是要解這個m是多少 解完以後阿 這個這邊方式不要 OK 好 那現在怎麼解 這邊有絕對值 這邊有根號 我們兩邊取平方 藍色這邊喔 兩邊都取平方 取平方的話 就可以把絕對值去掉 那去掉的話 就變成了 4m平方 好 這邊平方公式寫出來 就變這個 4m平方-12m加9 那這右邊的話 取平方的話 外面這個21平方 是4喔 這裡面的根號 取平方就沒有根號 就變m平方加1 好 那整個式子以後阿 他就變成 4m平方再往下寫 所以就變成12m加9 會等於4m平方 會等於4m平方 加4 那我們移過去 就變成-12m 移過去就變成- 然後m等於12分之5 好 那這個不是答案喔 這是我們在測切切方式中的寫率 這個m 這個位置數 所以答案不是寫這樣子喔 答案你要把整方寫出來就變成 y-3 等於12分之5的 x-2 好 然後寫到這邊的話 還沒有對喔 如果這樣就結束的話 這樣子 你是沒有分的喔 還有一段喔 因為 圓外一點多前線 你看圖 可以觀察一下 很明顯 他應該是有兩條線 那怎麼可能只有一個 所以這邊還有一條線呢 你觀察一下 有一條線的話很特別 通常咧 斜率只算出一個 不是答案只有一個 是另外一個斜率找不到 那找不到的話 為什麼咧 因為在數字上 牽直線 因為牽直線喔 是沒有斜率的 那我現在把一軸 Y軸不要上去看 等於說 我要求是這一條 直的這個牽直線的方式 那這個是沒有斜率 那牽直線方式 還是可以寫喔 在這邊怎麼寫的話 是不是直接寫x 等於一個數字 過2 3就過2 s等於2 這是我要的答案喔 所以第二答案在這邊喔 s等於2 好 這樣才有分喔 所以答案要這兩個 沒有謝忍 沒謝忍 你看到可見